各位熱愛收藏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繼續說到民國的省級銀行 省級顧名思義就比國家級又要低了一級 中國有多少個省呢 現在就有25個省 5個自治區 其實自治區和直弟市都是省級的 大約二三十個 當時民國時期 東北省比較多 但不是每個省都有發行 有些省可能合起來 幾個省一起 發行省級的銀子 省級之後 到再小一點 市級、縣級 甚至鄉鎮 還有錢莊等 我們繼續說 行為休題了 逐個說 開始 大家看看東三省 官銀號 省 東北 東三省 遼寧、吉林、黑龍江 東三省的銀行 東三省銀行 後來改了名字 東三省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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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太特別了 你看到 監禮官印 這幾個字 哈爾濱級 哈爾濱的地名 哈爾濱的銀 可能 含量又會好過其他地方 所以他們又要分地名 那這個呢 黑龍江省 那這個呢 那這個很有趣 它不是叫銀行 是叫港信公司 這間公司 很出名 黑龍江省的省級銀行 這間港信公司 它用回這個 形式都是直式的 都是清代元 用到現在 去到民國的一種 特色來的 這一張呢 是吉林省的 叫永恆 官帖 永恆官銀前號呢 就是吉林省最大的 省級銀行來的 永恆官局 出過很多很多種不同的紙幣 是一個大範圍來的 那這張本來是清朝 宣統年間用的 很快就新來革命 推翻滿清政府了 那民國原用呢 就找些紅字 加蓋中華民國五年 那這一張 宣統年票加蓋民國 有幾個年份的 民國二年 首寫的 不是級的 五年 十七年 用到一九二幾年 都還在用這隻的 永恆官碟 吉林永恆官銀前號 後面都是這些 像是那些錢莊票式的 的 的 顏色 但是 兩條龍呢 很有氣勢的 這是清朝的 紙幣的一大特色 來的 好了 南方 湖南銀行 湖南銀行 這張是文國元年的 新來革命之後 剛剛 一九一一二年的 十兩 它有銀兩票和銀元票的 銀兩票呢 後面有一些 一些公告 那些湖南都督的公告 那 銀兩票 銀元票都是民國初年的 特色來的 有一五十兩和一五十元 通常十兩和十元都是很少見的 好了 湖南之後到湖北了 湖北這張是五毫啦 有五毫啦 五毫啦 福建呢 是這樣的 福建就五毫啦 背面是這樣的 福建的正面是這樣的 十元十元都少的 不過很難有靚品相 一般這些品相 都要幾千元的了 靚那些 好靚的 十萬八萬都有可能的 好了 直帝 直帝 即是現在的河北省 那它有很多個名字的 叫做直帝省官前局啦 直帝省銀行啦 接著後來又叫做 河北銀前局啦 河北省銀行啦 河北銀行 很多不停地改名的 直帝直帝 最出名的天津 這張是河北銀前局啦 這張就是銅元券來的 二十枚 二十枚銅元啦 那二十枚銅元 那二十枚銅元是多少呢 就是二百萬 因為它每個銅元就當十的 啊 當十銅元啦 不是一個一文錢的那些銅元啦 好了 河北港元就到河南了 河南呢 開始就叫做 御全官銀錢局 御全 御呢 即是河南省的簡稱 全就是淺的意思 御全官銀錢局 這個是原用清朝的名的 後來才改組啊 改名了 叫做河南銀行 或者叫做河南省銀行 都有的 我們最熟悉的 這個就是廣東省銀行 廣東省銀行的兌換券 可以換回五個 蠔羊 為什麼用蠔羊呢 之前講過了 蠔羊呢 即是小的銀樣 不是那些一元 但是頭的那個 含銀度呢 純度最高的一元 蠔羊呢 可能就低很多的 於是呢 一元呢 就不是對十個一毫 可能是十一個都不頂 因為以 含銀來計的話呢 那這張 廣東省銀行兌換券呢 上面加了中國 變成中國銀行的紙幣了 中國 那這些字呢 加上去很噁心的 有些人可能會問 喂 有假的 我自己加兩個字就行 但是這張可以跟你說呢 加鈣就百分之一百都是真的 大家看這裡 中華民國二連 那這一張 基本上呢 二連呢 就沒有發行的 廣東省這張 就全部拿了 加鈣中國銀行發行 那二連如果沒有加鈣呢 貴不止十倍啊 貴可能貴幾十倍的 沒有人那麼傻 拿這張 好東西 反而你說造假呢 就不如洗軌了這幾個字去 就好過了 所以這一張二連券呢 加鈣中國銀行呢 就百分之一百真的 那文國七連就正式發行啦 啊 文國七連印 那這些就是最高面額的五十塊 和一百塊 那都很多東西玩的 譬如這個簽名是 手簽還是機器印上去 這張是手簽的 那有些有A字軌的版本呢 全世界可能只有兩萬張而已 那這些細緻的 有很多東西玩的 那這個即將啊 Manager有小一點有大一點 很多種版本的 廣東之後到廣西了 有分地名的 有龍舟 這張是龍舟 這張是龍舟 下面這張是吳舟 那不同地名 不同地名 不可以跨省市 不可以跨地方市用 簡直是 廣西銀行用到國幣券 即後期少少的國幣券 就是這樣 這張呢 都常見的 不過靚品相就很少 好少的 哇 64分 這張是廣東 廣東 廣西 然後就是山東 這張就是維園的山東省銀行 那它又是 不同地方 這張是山東省銀行 但是維園呢 維園就是很出名的 風箏之都 很出名的山東省裡面 那這個銅圓捐 這張都比較少見的 山東之後 山西 山西這個 太原地名 山西省銀行 這些就是省級的了 那 閃西 閃西的銀行呢 就沿用清朝的名字 叫做 富秦銀行 秦就是閃西 秦朝的首都 都是閃西的長安 就是西安附近 富秦銀行 一五十元 這個是民國 十一年 就是一九二二年的 背面就是這樣的 富秦銀行 清朝都開始叫富秦的了 四川 四川這張呢 四川兌換券 都是省級的了 有重慶地名 哇 好可憐 好 雲南省 雲南呢 簡稱是田省 富田銀行 這張都是美國差別公司印的 雖然的圖案比較普通 但是中間這個 雕刻這兩隻金雞呢 這個很出名的 雲南的地標 叫 不知道叫 金馬碧雞 好出名的 這個 那就是田省的代表 雲南省銀行 田省銀行 叫富田銀行 後來有一個叫富田新銀行 最後呢 就是新疆省銀行 這個是銀丸票來的 1949年5月之後發行的 那 新疆省的銀行呢 就是中國啊 當時貶值最多的 的 新疆的貨幣啊 那 新疆省銀行之後 其實應該還有其他銀行的 那其他省銀行 一來就手上沒有實物啦 二來都 嗯 就是介紹一下的 那各個銀行都有特色的 那省之後呢 那個發行單位呢 其實就越來越小的了 那市啊 圓啊 那太多啊 就是 就是說 十幾萬種的話呢 那 就不可能逐隻介紹的了 那大家知道 因為呢 去到省市呢 其實已經是 通常收藏的人呢 就是說他有那個家鄉情結 就是 廣東省的人 或者香港人都喜歡廣東省的銀行紙幣啦 那 山東就喜歡山東啦 東北就喜歡一些東北地方的啦 西北地方就喜歡一些什麼 陝西啊 啊 青海啊 那些這樣的地方的 所以呢 變了就沒有那麼 好像四大行那樣 那麼普及 那省級呢 就是你喜歡什麼呢 就去儲些什麼 這樣的 那市級啦 那廣州市都很大啦 市立銀行啊 孫中山養 那後面呢 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碑啦 圖案就是這個海豬大橋啦 那麼 那市立呢 都不斷容易介紹一下 那市級的 接下來呢 就是這些最小的發行單位啦 即是縣級市級之下面的 一支錢莊啊 即地方性的錢莊票 好像這張呢 就是湖北省的 文革六年 就是一個一七年發行的 當十銅圓一百枚啦 即是一千個 一千文錢的一張錢票啦 那錢莊票都很有特色的 通常都是一些 民間故事啊 的 的繪畫啊 跟著中間有些什麼 千字文啊 百家文啊 或者什麼家書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的 那很多時候都是直式的 錢貼都是要直式的 那也都有些橫式的 好像這張就是 山西的 港利錢局的 錢莊票啦 那都好 印刷就相對來說 粗糙一點的 玩到錢莊票呢 已經一般都是那些 即是本地人啊 他們自己喜歡自己家鄉啊 就會玩些這樣的錢莊票 那比較有特色啊 這張比較有特色啊 這張是 啊 河北的古城縣啊 古城縣這一張呢 就沒有行用的 就是我們叫Reminder 那他就 花王年份呢 就紅獻年 紅獻年就是 袁世凱啊 做皇帝 那八十三日 所起的年號了 那就是一九一六年 三月份 那這張啊 很短期的 這個年號 所以就比較有特色了 那另外有一些 單 就是自己的一些 商店啊 或者一些行業 都自己會發 發指幣 有些比較官方性質的呢 比如有一些 礦業啊 或者是火車啊 那些都會自己發的 那這一張呢 就花店啊 花店啊 甚至鴉片煙啊 都有印這些的 因為銅錢本身 對於商業流通呢 就不是太過於有用的 那紙幣也非常有用的 那這張呢 都比較出名 英美煙草公司的 一元券啊 可能是代用券來的 但可以 應該可以換到 換到一元當地的貨幣的 就是銀丸的 可以下來買啊 買煙草啊 煙美煙草公司 那粗略是這樣說 這個最小單位啊 叫法王單位的 錢贓票啊 或者一些行業票之後呢 另外還有一些軍事鈔票了 那軍事鈔票呢 其實都 這個分類呢 有少少 呃 除非它寫得明是軍用鈔票 否則呢 很多散鈔 他後面就被一些軍閥拿出來做 做軍事用途的 就是我們發一些軍響 或者買一些軍事物資的 那這兩張呢 中華民國金幣券呢 就出名的 中華民國金幣券呢 就是 孫中山啊 呃 要革命的時候呢 在 在舊金山 看過些什麼 熊門那類東西呢 那類東西呢 那是籌款用的 發行金幣券 有 中華革命黨本部總理孫文 簽名 李公俠 籌享會計 那這張金幣券呢 有十塊 一百塊 一千塊 一千塊呢 全世界只有幾張而已 就各部級的了 那十塊呢 以前都貴的 不過後來 在台灣出了一批 那現在大概 幾千塊到一萬塊 那這些 金幣券就很有歷史價值的 那這張禁散雲國銀行呢 你可以當它是散鈔 也可以當它是軍鈔 那這個就是啊 當時的江西省 禁就是江西省 江西省的都督 姓馬的 這張就是 這張 military banknote 它又是 一張軍事鈔票來的 那 那 蔣介石 當年 Buffett 推翻北洋政府 統一中國 1926年 不罰 那這些就是 1926年的 中央銀行的 臨時兌換券 這張其實就是 不罰用的 軍事鈔票來的 後面 整個印章 印了印章 就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 哇 行刑之印啊 那這張就是 不罰時期的 軍事鈔票 那這張也是的 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 軍需券 可能買一些軍需的 五個大洋都很多的 可以用來交稅 那後面呢 就有個公告的 就是啊 革命軍總司令部的報告 總司令蔣中正啊 1926年 不罰時候的 一種軍事鈔票 那香港也有軍鈔啦 就是啊 那些 日本的軍鈔 那 就主要都是用來 臨時就騙錢的 那些政府或者放行機構 那這個就是山東省的軍用票 都是1926年的 那這些軍用鈔票呢 以前就都幾熱滿的 但是都幾難收藏 所以相對現在來說呢 就沒有那麼熱滿了 好了 今天暫時說到這裡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各位